HELLO 粉絲團的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 今天晚上加班安裝的車種呢 是路上偶爾就能夠小惠師的Toyota Vios 這台車台灣賣得非常非常之好 但它的底盤呢,原廠的底盤就做得比較舒適啦 所以在行駛中的穩定度呢 它的最主要的功能性呢,應該算是很舒適 至於要操控的話,原廠的懸吊系統來說可能就比較苛求 那我們今天要做的工作呢,就是把它改了KT的道路板避震器 那其實這台車目前都還是維持原廠的齁 這一顆引擎是1.5升對不對 對,這一顆還是1.5的引擎 1.5年的,這台車是1.4還是1.5年的 1.5年的 那它的前面呢,其實跟一般的小車比較相近 像是Swift,或者是Fit,或者是Yaris 它的小車,還有現在Nissan的KICK 它的上座呢,都是一顆螺絲 然後一個指揮軸承的設計 所以造型上的話呢,上座其實也節省掉不少空間 所以它的拆裝上呢,就更簡單了齁 所以這台車的引擎式打開,在這個地方呢 一顆螺絲就能把變器上部結構拆解下來 那阻尼的調整呢,也相當方便齁 在這個地方呢,順時針的話,它就會變硬 逆時針就是變軟齁 所以阻尼調整在這一代的Vios上來說的話 相當的簡便 可是這台車呢,我們KT的話呢,就沒有附上座齁 因為它本來就沒有上座的設計啊 所以它的上座,還有一個軸承呢 都是需要沿用它原來的規格 這個代號是NCP-150 在東南亞這台車也賣得非常非常好齁 泰國,還有馬來西亞都有這部車 像馬來西亞的那個阿聖,Huysin的話 它的車上的話,也是裝載這一套一模一樣的避震器 那它前面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其實還蠻輕的 但行程跟彈簧的長度都有拉長 這是220長,才5公斤而已 所以還是要維持到這台車 原來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那它的前面的懸吊系統是麥花層 所以有一些油管架啦 ABS感應線的位置呢,這些都是比照原廠的位置一樣 那這裡有一個延伸出來的ABS的感應柱 這個就沿用原廠的扣具就可以了 這個是前面的部分 那用料的部分,KT的話呢 是使用的是IP 意大利一整桶進口的IP的主人友 那油封的部分使用的是日本NOK的油封 所以它的穩定度啦,耐久度的話都相當的不錯 那前面的安裝呢,會比較麻煩一點 也需要把它原廠的上座 軸層,還有上座橡皮把它拆下來 要沿用原廠的機構 至於車高調整的部分呢 是把這個托盤呢,把它懸鬆 它的腳管呢,往下延伸 長度變長之後呢,車高就變高了 所以它能夠調整車高跟低的範圍呢 第一個會比較寬 第二個重點是,它並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它在彈簧壓縮的比較緊,它的車高就變高 當然啦,它的硬度呢,就變得比較硬 所以這樣的系統呢,它是統身可調 它不是靠壓縮彈簧來改變車高 所以即便調高、調低 它的乘坐感覺的話呢,都不會差異很多 佳麟,謝謝你,謝謝你 所以這一台車的話呢,是在拆裝的時候呢 要特別注意的就是,我們需要沿用原廠的上座 那在沿用原廠上座鎖好之後呢 才來做彈簧的預載 那這樣的彈簧需要預載多少 譬如說我們這裡有一個數字是220 那220指的就是它沒有壓縮之前的自由長度 就是220mm 所以這一條彈簧呢,我們預載只有3mm 請注意喔,不是3公分,是3mm 只有一點點而已 所以這個是我們前面要做預載的部分 當3mm預載好之後呢 把這個托盤把它對鎖,鎖緊 再來就是剩下車高的調整 那今天預計的車高呢,前面是大概1指半 這台車原廠的車高前面大概3指半 後面大概4指多一點點 所以前面的話呢,車主有要求大概1指半左右 那後面的話會維持大概原廠的比例 所以後面的話大概是2指左右 所以這台前面其實可以降很低喔 要降到改個18吋超大鋁圈 或者是降到海拉風的話都沒有問題 這是前面的部分,跟大家介紹完畢 那再來是換後面 它後面呢,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原廠的避震器 這個是原廠的避震器 比較細的話是後面 這個,將鏡頭看全面 這個呢是後面 這個是前面 它前面的上座呢 它本來就沒有上座 所以呢,我們把它的上座 把它拆開之後呢 需要沿用的是 它上座這裡有一個軸層 還有軸層的上方呢 有一個錐狀的橡皮 只有這兩個東西呢,需要沿用 其他的話呢 就都使用KT所附的產品就可以了 目前的話,連鋁圈輪胎都還是維持原廠的規格 這個應該是15寸的對不對 185,185,60,15 都還是維持原廠的規格 後面的話,有一邊已經裝好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後面的部分 後面的內裝齁 屁股在做的椅墊 還有後背在靠的這個椅背呢 需要拆開之後呢 才能看得到避震器的後上褲的那一顆羅帽 這裡我手指齁 在這裡 安全在這裡 它藏在這裡 所以後面的話呢 要調整鼠泥齁 就會稍微比較麻煩一些齁 需要把這些拆掉才能夠調整得到 那這裡的阻尼呢 調整齁 就是在這個地方 一樣順時針就是變硬 逆時針的話就是變軟 就是這一顆 這樣快得到 有點暗齁 在這個地方 這一顆 就是後面的阻尼調整機構 所以後面的話 但這個拆裝的話 其實比那個KIMERY它來的好拆一點點啦 哈囉 莉安你好 後面的 它算是一個拖一幣的系統 就是像現在Focus的四代 一般市場上 在廣熱廣大 受到廣大鄉民的討論的懸吊系統 它的後面懸吊系統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是一個簡單的那個拖一幣的系統 那這個的彈簧呢 我們配置的也蠻輕的 是用配置的三公斤的彈簧 因為VS的後面其實還蠻輕的啦 所以我們配置的彈簧公斤數也不重 最主要的目的呢 還是得要維持到它原來想要的舒適度 所以我們後面呢 才配三公斤而已 它行程的話是做比較長 行程是做175 後面的上部的橡皮 KT也有附 然後這個防塵套呢 是做全罩式的 也就是呢 車子降下來之後呢 它能夠把軸心的部分呢 保護到 把這個軸心的部分保護到 它能夠全部照住 那這個有一個間隙在喔 所以當這裡呢 下雨天或者是有 路上有積水的時候 這裡是不太會積水 也就是比較不容易會秀石 哈囉嘉義你好 對啊對啊 剛好今天加個小班幫那個車友服務啦 後面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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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配三公斤的 還好 這一個機構呢 就是在 跟 Tida 或者是 Yaris Beat一樣 它的調整機構 裝在上方 然後調整車高 最主要在這裡 但是這一台車呢 還是一樣 跟早上的車呢 安裝 一樣 就是後面的 最主要的就是 不能預載過多 尤其是這台車 更容易會預載過多 因為預載過多 代表的就是這個桶聲 我們如果把它縮得很短 那它彈簧就會預載喔 這個這樣的懸吊系統 那後面的長短呢 並不是在調整車高 要特別注意 調整車高呢 是靠這個彈簧上方的調整機構 來調整車高 這個桶聲的長短呢 它只是在調整行程 來搭配彈簧的車高 所以 自由行程調整呢 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 這個桶聲調的太長的時候 那這個 彈簧是會鬆脫的 第一個 有行駛上的危險 第二個 那也 哇 這樣子的也會有造成的異音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們桶聲 調的太長 就剛剛說兩個缺點 那調的太短的話 也很麻煩 比較常遇到的 反倒是調的太短 調的太短的話呢 他彈簧壓縮扁掉了 就彈簧預載過多 一 會不好做 因為彈簧的壓縮過多了 一定會不好做 第二個 他的桶聲已經 拉住了 所以會有異音 第三個 當你桶聲 異音又不理他的時候 就很容易會造成桶聲的壽命縮短 所以這樣的彈簧跟避震器分開的結構呢 一定要特別注意 他的彈簧絕對不能預載過多 我們遇過很多很多的問題 就都是後面安裝的時候 彈簧預載過多 所以這個呢 一定要特別注意 這是後面的懸吊系統 後面預計大概是兩指幅左右 所以這台車高呢 能夠降到最低呢 後面差不多啦 可以到達半指幅左右 也算蠻低的齁 因為Vios的車高 原廠設定算高啊 原廠後面大概四指幅多吧 OK了齁 這台是Vios 15年款的 那去年18年就已經算是小改款啦 底盤的話其實還是共用的 後面右後已經裝好了齁 現在師傅在施工的呢 是在鎖後最後一刻的螺絲齁 這個是在鎖附上座的螺絲 它很深齁 所以需要用一個延長調整機構呢 把它的上部螺帽把它鎖緊 那這顆螺絲的幫助其實沒有很高齁 那這顆螺絲鎖好之後呢 就會把這個椅背還有椅墊呢把它復原 凱翰你好 凱翰晚安 這一台的話呢 我們預計啦齁 阻尼的話 會把它調整到大概中間 KT的話呢 一共是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預計前面跟後面呢 都先調到中間值大概15段左右 所以我們前面跟後面呢 會調大概15段 你後面也要調15段了齁 對不對 這台車我自己比較陌生 我記得好像路上有看到 原廠就有大包的版本 像Artist一樣 X版或Z版的話它就有大包 這台好像也有 如果再加個大包的話 改個17-18吋的鋁圈 整個的跑格就能跑出來 其實這台車最大的優勢就是 維修方便了 還有它的油耗也蠻省的 走散率又很高齁 所以賣的特別好 那這台車的本質 它的懸吊系統還是偏舒適 所以如果有 對底盤有比較要求的車主呢 其實很歡迎 可以來KT試乘看看 我們有提供試乘車 那像今天的車友呢 也是試乘之後覺得KT的產品OK 就考慮要安裝 所以很歡迎大家來KT 我們的試乘車不只在台中有 台北 北部的話更多 台南的話也有 台南的試乘車是 Civic Civic 8代 然後北港的話是 Big Tita 冷胎壓 冷胎壓的話 這個問題很好 一般日系車呢 冷胎壓的話 其實原廠都有建議值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呢 也都是建議車主呢 依照原廠的建議值 原廠的話 日系車像Toyota的話 他會在駕駛座的門邊 凱漢剛好有問到 所以我們就來討論這個問題 他原廠就有一個建議數值 大概在這裡 這個是 這個剛好有原廠的建議數值 220 他這個1856010 1856015 原廠的建議值 大概220kpa 220 220 大概是多少 看一下 220好像是 大概32 32psi左右 大概是32psi 所以 如果以psi來說 KPA比較少人講 所以我有點陌生 一般來說 日系車都大概打32-33psi 那原廠的胎壓呢 他的容許範圍比較寬 假設說 我們低胎壓 28 或者是到40 應該都還好 可是呢 當你改裝避震器之後 對胎壓的敏感度 非常非常高 所以我們一般都會建議 車主呢 依照原廠的建議的胎壓就好 像這一台呢 應該就大概32-33psi左右 所以胎壓的要求呢 是很高的 夜大俠晚安 北部的話 對北部的話 可以找板上回覆的夜大俠試乘 大俠那邊的話 有Civic 有八代 九代 有Tiara 還有其他的車種 都可以試乘 Yaris好像也有 對不對 Ti打應該也有吧 如果車友有需要試乘的話 不用客氣 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我們都會為大家做安排 那以上是今天 15年款 15年款的Vios 代表是NCP150的安裝直播分享 很歡迎大家呢 有機會的話 有問題都可以跟我們聯絡 那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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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